湖南博物馆发生诡异盗窃事件 一条价值百万的国宝级毒蛇被人离奇盗走 珍贵程度甚至远超我国大熊猫 门窗完好 但蛇笼内的毒蛇却离奇失踪 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成了警方的怀疑对象 甚至被怀疑是坚守自盗 外到了境外的黑市 就连博物馆的馆长都被警方连夜审查 那么这条大蛇为啥如此珍贵 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 我们提及博物馆首先会想到 馆内存放着大量的古董和文物 但在湖南省郑州市 却有一家特立独行的毒蛇博物馆 馆内存放有大量珍贵的蟒山烙铁头 这种毒蛇为我国特有 存世数量极为稀少 几乎已经快要灭绝 是我国特级保护动物 珍贵程度甚至要远超我国的国宝大熊猫 境外的邪恶势力多年来 一直都想通过非法手段 获得我国的蟒山烙铁头 若将蟒山烙铁头的要用价值 和并理研究价值考虑在内的话 这种毒蛇单条价值高达上百万 为了保护这些毒蛇 免遭歹人之手 蟒山烙铁头博物馆内 安装有大量的监控探头 还设有层层警报防御系统 如果有歹人入侵博物馆 那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层层防御 时间切回到2005年 事发当天 博物馆开馆接待游客后 一名细心的小朋友 发现了馆内的疑点 一个巨大的蛇笼内 少了一条蟒山烙铁头 并理了馆长蛇博士 整个馆内工作人员瞬间慌作一团 2005年 湖南博物馆价值百万的 国宝毒蛇离奇被盗 造成的损失堪比 同时丢失三只国宝大熊猫 警方却怀疑是馆内人员坚守自盗 将毒蛇偷偷取出卖点了黑市 湖南博物馆一百万大蛇被盗 比国宝大熊猫还贵 馆内人员坚守自盗 毒蛇丢失后 博物馆馆长焦急万分 带领着全体员工四下寻找 但却始终不见蟒山烙铁头的身影 且不说蟒山烙铁头价值不菲 光是这种毒蛇的毒液 都令人心惊胆寒 如果这条丢失的蟒山烙铁头 发生伤人事件 那此人没有抗蛇毒血清 就必死无疑 为了尽快找到蟒山烙铁头 避免出现后续意外 馆长果断打电话报警 要求民警同志协助调查 警方接到报警后 深知责任重大 立即成立了专案组 专门探查蟒山烙铁头丢失事故 在实地调查取证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在博物馆围墙的外围 扔着一根铁质的撬棍 还出现了大量清晰可见的陌生脚印 很明显 这正是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 也就意味着 馆内的蟒山烙铁头丢失 多半是被人盗走了 由于当时指纹提取技术还不发达 无法有效获得撬棍上的指纹 但警方随后的调查过程 却将此事件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犯罪嫌疑人是先准备好了撬棍 那就意味着 打算要以撬开门锁 或者是窗户的方式 进入馆内实施盗窃 但令人奇怪的是 馆内的门锁和窗户却都完好如初 湖南博物馆天价毒蛇被人盗走 造成的损失 堪比同时丢失三只国宝大熊猫 有人怀疑是馆内人员坚守自盗 将毒蛇卖给了境外的黑市 警方发现门窗虽然没有破损 但是窗户锁却从内部打开 难道是工作人员疏忽 正巧当天没有锁上窗户 还是说馆内的工作人员 与馆外的盗窃分子有勾连 主动打开了馆内的窗户 理应外合完成了这桩惊大案 警方还发现了一种补充证据 馆内所有的监控探头 都没有发现歹人的踪迹 这更加说明盗窃毒蛇的人员 熟知馆内探头的位置 事已至此 网山烙铁头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 都成了怀疑对象 其中馆长的嫌疑最大 因为馆长的事件最充裕 而且对馆内的设施最了解 也最懂得 网山烙铁头的脾气秉性 可当警方对馆长 进行连夜提审之后 却发现 馆长在事发当天 正在举办毒蛇科普节目 根本没有犯罪时间 所以馆长的盗窃罪名 可以基本排除 但馆内的工作人员 在下班之后 就全部离开了馆内 又是谁留在了馆内 与歹徒理应外合的呢 这一点警方也不得而知 网山烙铁头 在境外黑市上非常受欢迎 很多邪恶势力 甚至愿意出百万美金求购 不过 因为证据链不足 警方最终也没能将此案侦破 大家觉得 馆内工作人员 坚守自道的可能性存在吗